欢迎来到The Mark Family厨房 叉烧叉烧 为什么叫叉烧呢 是因为传统的做法 都把肉过在叉子上烧烤 刚出炉的叉烧外焦内嫩 只是闻和看都令人食指大动啊 来我们一起学习吧 好来我们来介绍材料 半茶匙的胡椒粉 四分之一茶匙的盐 一茶匙无香粉 两汤匙里井记蜜味烤酱 两汤匙的蜜糖 一茶匙老抽 一茶匙芝麻油 一汤匙蚝油 两汤匙花雕酒 你们看这个是什么 380克的猪煎肉 好来我们来腌猪肉 半茶匙的胡椒粉 四分之一茶匙 四分之一茶匙的盐 一茶匙芝麻油 一茶匙老抽 用手搅拌均匀 如果你要方便一点 你可以把所有的材料放进拉链 带腌制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和分享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请按订阅 和开铃铛来支持我 我们要选一点肥的肉 这样做出来的叉烧 会比较好吃 肉要腌隔夜 然后放在冰厨先 这个是我昨天已经腌制好了 现在可以拿来烧烤了 腌制隔天的猪肉 你们看会比较多水分 嗨 我们就是用这个airfire来烤叉烧哦 为了不要黏锅 我们把细纸垫在锅里 折成一个托盘 跟空气锅大小差不多一样 细纸不可以破洞 因为自会漏掉 把所有的肉放在锡纸上 把一半的汁倒在肉上面 另外一半收起来备用 两汤匙的蜜糖 把汁倒进碗里 再搅拌均匀 现在可以把肉放在空气锅里 180度20分钟 现在有20分钟了 可以把蜜糖汁少在叉烧上 现在有20分钟了 之后我们再加热5分钟 5分钟后 再用蜜糖汁少在叉烧上 反一反肉 再用蜜糖汁少在叉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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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最后一次的5分钟烧烤 5分钟后 好了你们看 哇会发亮的 太美了 现在把肉切成片 你们看 有肥肉又有瘦肉 这种肉是最完美的 好了我的叉烧好了 来可以吃了 哇 很美哦 我喜欢吃有一点肥油的 叉烧 要有一点油的 有一点刺的 你看 可以看到吗 好吃啊 要点一点的酱 刚才在烤的时候 蜜糖下面有点酱啊 点比较好吃 真好吃 还会这样 叉烧啊 你烤的时候啊 你烤的时候啊 要有一点黑了 黑了 黑了会比较好吃 我要吃一点饭 我们给你吃一点饭 还要吃 有啊 放一点叉烧酱 来 可以 好吃吗 想好吃 想 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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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篇 哎呦 什么 开篇 大家要拍拍手 只是没有拍拍手的 太好吃了不要拍了 就想要吃 还要吗还要就拍手 不要 不要拍 不要拍不给你吃 这个如果配啤酒也是很好吃 哇 还是享受 嗯 太好吃了 OK Good 拜拜